我們來看這個題組 人們對宇宙的探索 主要是靠觀察星光 因為真空中的光速是每秒30萬公里 光的速度是每秒30萬公里 3乘以10的50萬公尺 50萬公里 50萬公里的話就是80萬公尺 這是光的速度 通常這個我們都把它記起來 我們所觀察到的其實是在雙早時間的天鐵形象 就是說天氣的話 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它把光射過來的話還需要一點時間 除了光波外來自太空的輻射線 還包括紫外線 紫外線的話這個是電子波 以及高速的帶電粒子 高速的帶電粒子的話 這個就不是電子波了 這個速度的話就不是光速的速度 所形成的宇宙射線 所以宇宙射線有包括什麼呢 包括那個電子波跟其他帶電粒子 對於較接近我們太陽系中的星體 科學家也曾發射一些偵射器 你做更近距離的觀察 然後它這裡的話講了很多 點點點 那最主要的話呢 它說這個火星 火星上面 它表面的那個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的話呢 大氣壓力的話呢 是什麼 是我們地球對應值的呢 0.006 6倍 就是0.006 P0 這是地球的大氣壓力 和什麼呢 重力交換度 重力交換度 就是重力長 重力長 是地球的0.4倍 這個都是地球的 這個都是地球的 好 那金神號的裝備 類似於這點點的 好 那我們看看呢 這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 他說上文提及的這個宇宙射線 射線與光波中 哪一種呢 不以光束傳播 好 他說輻射線 他說輻射線 好 A A選項 他說可見光 可見光是電磁波 所以這個是以光束呢 這個傳播 B B 他說呢 這個 宇宙射線 宇宙射線 還包括帶電力子 帶電力子 不是電磁波 不是以光束前進的 所以多少 應該要選這個 這個不對 所以要選 因為他說哪一種 不以光束傳播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B 然後呢 直外光 直外光也是電磁波 所以他也是以光束前進 紅外光也是電磁波 無線電波的話呢 也是電磁波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應該選B 不以光束傳播 這樣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 當地球距離火星 比如說 火星在這裡 地球在這裡 他說距離 距離 約是等於多少呢 這個距離 這個我們叫大D 這個距離是6 乘以呢 使得70萬公里的時候 精神號探測車 將火星表面 射表面影像 利用無線電波傳回地球 則地球上的科學家 需要等待多久 才能收到訊號 我們知道光束 是30萬公里 就3 乘以10的5次方 公里 每秒 這個距離需要多少時間 T 就是等於大D 除以小C 就是6 乘以10的7次方 除以多少 3 乘以10的5次方 所以是200 200秒 我需要200秒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一 這是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上面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它說 夏內核者 核者撞擊的原因 最可能造成火星與地球上 隕石坑直徑的差別 因為火星的話 它那個 大氣層比較薄 它大氣壓力只有0.006 所以的話 那因為沒有那個大氣的防護 所以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隕石的話 直接就撞下來 那因為我們在這個隕石 經過大氣層以後 會被那個大氣燃燒 會產生摩擦 摩擦以後燃燒的話 這個呢 隕石會損失質量 結果比較小 隕石會變得比較小 那因為火星大氣層比較稀薄 所以它那個隕石進來以後 它損失量比較少 所以撞擊那個坑比較大 那你那個地球的話 它大氣層比較厚 所以你隕石的話 進入大氣層以後 經過大氣的那個摩擦力燃燒以後 就變小 那個隕石本身就變小 所以撞擊那個地球 產生的那個隕石坑就比較小 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什麼呢 應該要那個選V 他說 最可能造成火星 與地球的隕石坑直徑的差別 應該要選V 就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球的那個大氣層 比較厚的 比較厚的 這密度比較大 應該選V 地球的大氣密度較大 隕石通過大氣層時 因摩擦燃燒損失較多的質量 所以隕石就變得比較小 所以打下來 它隕石坑的就比較小 其他的話呢 其他的話就不是啦 其他的話 他說什麼 通過時間比較久啊 比較慢啊 這個都不是啦 最主要說 它隕石變小了 隕石變小了 所以打下來 它那個洞的話呢 就會變小了 其他原因都不是啦 最可能原因的話 就是那個V選項 就是那個地球的那個大氣層比較厚 空氣密度比較大 所造成的 好 再來我們看看呢 這個下一題 再來我們看看 再來看看這個 第四小題 第四小題它是說 取地球表面重力焦度量子9.8 量子9.8 地球表面的 大氣壓力在零度C10 是等於760 在地球上的那個大氣壓力 P0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760 760mm 水銀柱高 當火星表面溫度接近零度C的時候 這是火星 接近零度C的時候 以脫力切力實驗裝置 測量火星表面的大氣壓力 則水銀柱高出 水銀柱表面的高度 約有多少 我們曉得 這個地球 這個火星上面的大氣壓力 只有地球的這麼多 重力場只有地球這麼多 那現在的話呢 它這個水銀柱出來的 會等於多少 我們知道說 這個 地球上的 地球上量出來的P0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 水銀的密度 乘以那個 地球的重力加速度 再乘以這個H0 H0 H0是等於760 好 那現在的話 這個 在火星上面 它的那個水銀柱高度多少 這個P是等於 6乘以10的 乎3次方 再乘以P0 P0是RGH0 RGH0 H0 H0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 你在火星的時候 重力加速度的話 就沒有這麼大 重力加速度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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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6 乘以呢 10的 或者是說 我們說是 H好了 H啦 是等於多少 H啦 是等於水銀 水銀的密度 R是G多3呢 Z Z是這個 再乘H啦 好 那H0 我就可以算出來了 H等於多少呢 等於 這個是RGH0 G G是多少 G是 0.4G0 那分之多少呢 分之那個6 乘以10的乎3 那乘以RGH0 H0 H0 H0是多少 H0是760mm 760mm 所以在火星上就是 這麼高 就是它的水銀柱這麼高 那這G0 可以消掉 肉可以消掉 所以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這個多少 6啦 6 這個上面多少 這個是6 乘以7.6 再除以4 再除以4 乘以多少呢 10 乎3次方 加2次方 那這個的話 這4乘以10的乎1嘛 上去變成 增加1次方 這個就消掉了 所以是6 乘以多少呢 7.6 6乘以7.6 再除以4 等於11.4 就11.4mm 11.4mm 所以這一題 應該選多少呢 應該選C 約列是等於多少呢 約列是等於11mm 我們看看 這個 下一題 第五小題 第五小題他說 兩指點間的外有力 以質量的乘積乘正比 而以其距離的平方乘方比 小G想從外有力常數 就是說 這個兩物體之間的外有力 F是等於 F等於多少呢 就可以插掉了 我們看第五小題 F 兩物體之間的重力 是等於 R平方 大分之G 大M 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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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地球表面的重力交換度是G 重力交換度 這個是等MG 小MG 所以你就想著說 這個M消掉了 重力交換度等於多少 重力交換度是等於R 重力交換度是等於R 重力交換度實際上就是重力乘 好 平方之G 好 那麼小G 小G想從外有力常數大G 還有地表的重力交換度 和地球的這個半徑R 去估算地球質量大M 他寫出的正確計算是 因為下列何止 因是這個 大M 大M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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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一個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A 應該要選A 最後一題答案應該選A